大家好,蟹爪狼呢,牵插繁殖的方法呢,其实是非常简单的,但是呢,常常会有花有反应啊,自己牵插的这个蟹爪狼呢,经常会出现这个敬业腐烂的现象,然后导致牵插失败,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蟹爪狼牵插失败的五个原因,那么大家把这五个原因一一避免,后期呢,在结合上,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牵插技巧,那么蟹爪狼牵插成活是没有问题的, 那么蟹爪的牵插之外,到底有哪五个原因呢?首先第一个原因呢,就是使用一些带有病菌的土壤,或者是我们用一些旧土啊,又或者是外面随便挖一点土,这种土的话呢,可能会带有这个大量的病菌,如果我们直接拿来牵插的话呢,就很容易滋生这个病菌,然后病菌感染这个伤口,然后导致伤口腐烂,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土壤啊,最好就是选择用一些消菌杀毒过后的土壤,那么怎么杀菌消毒呢? 土壤的杀菌消毒的话呢,最好就是用这个厄梅林,厄梅林就是一种专门的土壤杀菌剂,是比较环保而且低毒,专门用于土壤杀菌,不仅可以杀灭土壤的病菌,而且呢,还可以被植株内吸传导,然后呢,起到一个保护作用,当然大家也可以用上这个比较干净的制食呢,来牵插也是可以的,那么第二个原因的话,就是强光直晒, 蟹爪呢,牵插之后呢,如果放在光照特别强的地方,给它强光直色,就会导致呢,这个植株啊,湿水严重,也会导致牵插失败 第三个原因呢,就是我们呢,在牵插蟹爪之后呢,过于频繁的浇水,或者是发现盆土干呢,就马上浇水,这是非常错误的,因为如果直接这样浇水,就会导致盆土里面水分太多 再加上呢,我们这个蟹爪呢,之前呢,把它,呃,掰下来之后,它会有这个伤口的存在,在一个特别潮湿的环境下,伤口啊,特别容易腐烂 第四个原因的话呢,就是,呃,经常喷洒水物,而且喷洒水物过大,之前跟大家分享过,扦插的时候呢,呃,可以适当的给这个蟹爪呢,喷喷水物来增加湿度 但是呢,有的话,有可能就会直接这样子,呃,沿着盆,这样子喷的话呢,而且喷的水物过大,喷的水过多,就会导致盆土里面了 非常的湿润,就相当于给它浇了水,这和我们第三点说的一样,都会导致这个伤口腐烂 那么第五个原因呢,就是,呃,没有及时摘除花蕾 蟹爪呢,在,呃,现在这个短日照的条件下呢,它还有可能会,呃,长出这个花蕾出来 那么这个花蕾,大家一定要注意,一定要及时的把这个花蕾给掰掉 因为呢,这个花蕾留下来的话,它会消耗植株大量的养分 再加上植株呢,现在呢,还没有生根,它会消耗这个静节里面的养分 然后导致这个静节会发软,发皱,甚至是干枯 那么它后期呢,就无法成活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扦插蕾爪囊会失败的五个原因 那么大家平时注意好这五点,然后呢,再结合我之前的这个扦插技巧 基本上啊,百分之百都能够成活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